结束了本赛季的牌超联赛之后 中国女排又将开始巴黎奥运周期的新征程 近期选率工作正式启动 相信很快国家队的组建工作也会陆续拉开帷幕 1月13日中国女排国家队主力二传丁霞迎来了31岁的生日 曾经表示计划再占一届奥运会的她有望再占世锦赛 另外一位国手刘彦涵在夺得牌超联赛之后 与网友互动中倾城放弃了美国联赛 虽然有些可惜 但是为了身体健康着想也在情理之中 丁霞崛起于里约奥运周期 在东京奥运周期成为了中国女排绝对的主力二传 2013年还处在第七二传位置上丁霞 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技高人胆大的传球技术 一路逆袭了排在她前面的几位二传 先是2014年机身二队替补参加了亚洲杯和亚运会 2015年更是丽娅有伤再生的魏秋月 成为了中国女排替补二传 紧随沈静思之后排名第二 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半决赛和决赛基本都是丁霞主打 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后 随着魏秋月的退役和沈静思的淡出 中国女排二传手的主力之位就非丁霞莫属 尽管她的传球技术 不及日本的佐藤美弥 泰国的努特萨拉 塞尔维亚的奥德杰诺维奇等 劲敌二传 但是丁霞的大赛经验是国内女排中最丰富的 胆子也是最大的 比赛气质上加才是郎平选择她做主二传的主因 东京周期尽管折挤奥运会 但是世界杯的冠军和施锦赛的继军 仍能证明丁霞的实力有存 奥运会后丁霞回到辽宁女排主打 随队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和牌超的第四名 丁霞只要还有心继续为中国女排效力 新一届国家队仍有她的一席之地 目前国内女排二传位置新秀太少 丁霞、姚迪、凋零与技术还是领跑的 2022年施锦赛有可能是丁霞职业生涯 第两次参加施锦赛 31岁的年龄在欧美选手中并不算大龄选手 巴西的瓦莱夫斯卡和卡洛林都40岁还在奋战赛场 希望丁霞还可以继续保持好状态 在排抄期间有媒体爆料 刘燕涵接受了美国外员拉尔森的邀请 计划参加2022年的美国联赛 但是近期刘燕涵和网友的互动中 清晨不会去美国参加新赛季的联赛了 或许最大的阻力还是新冠疫情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刚刚作为内员加盟天津渤海银行 并且和李盈盈携手主攻陷 成为最终夺冠的功臣 整个联赛的过程中 刘燕涵在小球串联和一船防守中的进步明显 不管今年是否在进国家队 还是祝福这位中炮手有个好的未来 今天有点赞 接下来